国内2号新增12例本土病例 本土疫情持续趋缓 行政院长苏贞昌本周将邀集相关部会 盘点管制措施执行状况 演议8月10号后是否可进一步 适度松访相关管制措施 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城市中 2号下午在记者会中表示 国内自7月27号从三级警戒将到二级 一周以来疫情没什么变化 确诊数人少 不明感染源也都是零星个案 已经20天没有超过10例 上周更是降到5例以下 相关情况都不错 但上周的疫情无法代表降级后的影响 降级后对疫情造成的影响 要在这周跟下周才能看出 陈时中也强调 邻近国家的疫情都往上升 就他观察 不管疫苗覆盖率达到多少 只要解封指数降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产生另一波疫情 所以必须维持一定强度的管理措施 并配合接种疫苗 所以8月9号后必然会维持二级警戒 不会有大幅改变 所以让政策的稳定性 在8月9号并不会做大幅的改变 并不会做大幅的改变 那以目前的情况大概不会加紧 但是会对这一段时间实施了 我们降到二级这样情况 那相关有一些团体的反应 那有一些实际上的需求 那我们请各主管单位 去做相关的检讨 陈时中指出 检讨重点在于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 是否能够遵守防疫规定 以及应变能力是否足够 至于是否有机会开放八大行业 戴口罩副业 陈时中表示 双北尚未开放餐厅内用 要等双北开放内用后 看疫情有无变化 再决定是否进一步开放八大行业 央广记者杨仁祥 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